他們用的是別的廠商提供的機組就對了 他們這幾年這兩三年用的也是這個 也是這個一樣 只是他兩邊的成本不一 我整個稍微給大家一個比較概觀的解釋 不要說我們講他壞話 我們真的很公平的對待他 因為他是國營事業 所以他也很怕被人家講說土利特定廠商 所以他應該其實都是公開招標 所以大家會有點批評他八國聯軍 可是實際上我如果公開招標的確有可能有這個結果 那我們也很實體的說剛開始台電 就像你們剛看那一段他們那個介紹影片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突然講到新竹有封場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那時候就突然醒過來 為什麼你突然講新竹有封場 原因是以前新竹封場的那個圍運代管是這邊 他就找就近的火力電廠去代管那邊的封場 因為他覺得很簡單啊 我就就近看管就好了 殊不知 鄉山那邊就對了 對對對 殊不知隔行如隔山 他們就藏到了苦頭 這一開始的時候他們常常很多機器如果有稍微一點點壞掉 沒辦法轉 他也沒有人力去修 也沒有know how去修 然後也沒有備料去修 所以就idol那邊很久 然後被立法又被監察 又變K 然後更何況後來我們的風機也慢慢蓋起來 然後那個海鮮人都會說 啊我知道了 那會回到的英華又不會回到的台電 台電把他當電線 很久 然後可是因為就這樣有一點點傳開來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有那兩個是台電的 沒有那是我們家剛蓋好的 不是啊 可是這就是好處就是說 當你那個競爭有出來 他們就有壓力 就我們也會有壓力 如果今天台電一直很好 啊我們很遜 那我們當然也會有壓力 所以這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那他們也去改他們內部的一些規範 那當然慢慢起來有些廠商就覺得說 台灣可能不是這麼值得投資 所以他們後來台電招包可能他們也沒來標 但是因為這一家就一直跟著我們 我們就覺得他們是 我們自己覺得 他是全世界最好的風機 我們一直買他的 聽說他們有200台嗎 對對對 那他這邊他就開始設置他的一些委員中心 他的人才的訓練啊什麼什麼 就太出現了 那對他來講 對台電來講他也比較好 就說我就買你的風機 我究竟很快有服務有反應什麼什麼的 那我的那個運轉的效率 就是那個performance的表現會好很多 那對他們來投標來講 就比較有好處 大概是這樣 那你們那個後裏那個糾紛結束了嗎 院裡嗎 院裡在那邊 院裡的糾紛呢 現在暫時是告一個段落 對 都已經妥協了對不對 妥協 對大家互相各推一步 誰跟誰的糾紛 設的比較遠 就是呢 因為我們一開始 我們在院裡那邊 這也是有點尷尬的一個議題 但是我們也是不怕大家會 不然我們就不會來這邊 對